OK同学欢迎收看未来教育凯业数学 我们再来一提基准数 反正基准数是最生活的 也是最容易贴近你的正数负数的 来第一个身高160 166公分为准 好我依36公分为准 如果你141称为正5 没问题吧 那依的身高是130 计为多少 比我的标准还少6公分嘛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就称为负6 OK好所以第一个就是负6 那丙的身高几公分才会记得很正9 好你的脑袋要去思考 他比我的136多了9公分 这是不是生活中的语言 对不对 136多了9公分 好这145啊 过来丁的身高134 所以比我的136还少了2公分 少了2公分 负2 第四个 那他们的平均身高几公分 会记成正2 他们的平均身高 多少才会记正2 比136再多2啊 所以答案当然叫138公分 有没有很简单 对不对 一开始会很有成就感 后来就一定也会的 你要继续看影片就有了 再来乌的身高是几公分 记为 我又不知道他们的身高多少 可是有什么 你已经有平均出来啦 而且你有正2的啊 对不对 所以你说老师 这个怎么算 好我们先用最简单的方法 什么叫最简单的方法 加几公分 141 再来丙呢 1啦 跳过一个人 130 再来丙 145 再来丁 134 啊物不知道 暂且叫框框 然后我们把它加起来 除以 除以几 5个人嘛 除以5 所以是不是等于138公分 OK 这个你拿去算 你一定可以算得出来 毕竟你现在不是国小生了 你就把138乘以5 乘完之后 是不是再减掉那4个就可以了 对不对 好 偏不一样 好我要怎么算 我要用基准数去算 好什么叫基准数 诶 你知道假 它不就叫做正5吗 乙呢 负6 丙 正9 丁 负2 所以我先把这4个人 加加减减一下 这个叫做5 减6 加9 减2 然后呢 是不是剩下了5 那我知道5的基准 我们就用三角形表示好了 OK 好 那我知道这5个人加起来 这5个人 除以5 就会等于几分 几公分 是不是就会等于他们的平均叫做正2 对不对 用基准数去算 答案当然出来就是用基准数嘛 好 所以三角形的答案多少 5 2 的 10 所以这里叫做10 那我们把这里再画减一下 9加5 14 14要减6再减2总共减了8 所以这里剩6 6丢过去就叫加 加2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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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8 8 9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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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